創下一个月以来已经三次解放军又要军事演习 美国要把F16P卖给台湾 卖给台湾之后耿爽很不爽 习近平更不爽 这样不爽之下 没想到美国国防部长讲说 我管你爽不爽 我要继续卖给台湾 所以他们就决定了来打台湾一下 下台湾一下 发现一下他们内部的压力 所以他这次是一个月以来 第三次又在周三群岛那边 要宣布一个实弹军演 然后已经公布他的一个范围 而这个范围差不多又跟台湾的 大小差不多大 所以就有那个意思就是 直接的我觉得到时候军演的范围 一平移就是你台湾的上面 然后这样的一颗军演 然后三天里面的实弹军演 然后它已经是三次了 这三次里面呢 它里面呢也是真的 对美国来讲第一岛链 其实是你美国可能守不住的 包含BBC中文网 澳洲的那个美国研究中心 都在讲说现在第一岛链 美国显然还不够积极 为什么不够积极呢 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飞弹 那有很多飞弹呢 中国已经就暗指了 在目前第一岛链 美军常驻的58个基地 它的导弹是有时间 第一时间就让你瘫痪 而你美国剩下就是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集结过来 这个时候你的控制能力 是不够强的 然后因为不管你是 重返亚太或是印太战略 如果你只靠现在这个状况 显然不够积极 而中国的实力 已经开始在这几年 尤其是海军的实力 像下水角一样 像上次呢 也是在周三群岛六天的军演 那六天的军演里面呢 就发现说 它出动的是 号称跟美国的坦克车 同样的能力的 叫做第五 动武式的两机突击车 上面还装了 120公里的滑舱炮 然后上面还有 可以装飞弹 时速呢 用特大的一个发动机 时速在陆地上一冲 可以45海里 45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就是它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两机登陆攻击艇 然后这一上次呢 又在金门廖罗湾附近呢 又跟我们的一个货船 撞在一起 才知道说 中国现在的两栖登陆 攻击登陆舰呢 也已经大量在做 盾位 两万五千盾 除了辽宁号之外 就是这么大的盾位 上面可以放一台 动九零的坦克车 可以放四台的 那个野油气电船 六架的直升机 所以它整个武力 这个东西都是跟 美国的海军的配备 那个圣安东尼奥级 差不多同整级了 这意思是什么 中国这几年 在海军里面 想要突破第一岛链 直接进逼第二岛链 确确实实 整个舰艇 新式的船舰 像下水角一样 它已经在这30天的军演里面 不断的放给台湾看 我们也要等着 美国来保护你 恐怕你是来不及的 那明杰怎么观察 这一次现在看起来 美国对于低岛链 从北到南的攻防 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看到 这个中共在对台湾 好像除了剩下揮舞拳头之外 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 那我们在评估 所谓这个中美的这个军力 这个对比 事实上解放军的实力 是不是有这么强 我觉得我们经常谈一些数据 但是在这 我要提供一个 就是说我们在观察 解放军的讯息 上面一个 我觉得相对客观的标准 不一定正确 特别是中共的官媒 很会宣传 很会吹嘘 所以很多的讯息 是虚虚实实 那我们从中间 我们当然要去 这个对比其他的资讯 要去做一个研究 简单来讲 譬如说像刚刚创下有提到 最近也有中共官媒讲到说 在第一岛链 基本上 中共解放军 只要动用80枚的导弹 就可以摧毁美军 在亚太56个基地 就可以瘫痪掉56个基地 有没有这么神 我举一个实际上 战场上发生过的例子 这两年 事实上2017年4月 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我们看到那时候 这个川普下令 因为叙利亚动用核武 那他这个下令 这个派驻在地中海东部 两艘这个神盾舰 上面发射了59枚的 战斧巡异飞弹 去攻击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 59枚巡异飞弹 我先讲他的这个 花了多少钱 一枚将近差不多5000万台币 59枚换算将近31台币 然后去59枚飞弹 只取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 结果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他穿透了6座 这个所谓的这个战机的碉堡 然后击毁了6架叙利亚的战机 然后大概有超过6个人的死伤 那整个评估起来 我们军方内部也有研究 它的整体的战损是25% 也就是说打了59枚巡异飞弹 花了30亿台币 结果叙利亚的空军 隔天还照常起飞 战斧巡异飞弹事实上已经很强了 精准度也很高 但是打了59枚的结果 对于一个所谓的空军机场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瘫痪 那我们去对比刚刚谈的数字 中国官媒讲说 只要这个80枚导弹 就可以瘫痪56个机场 也没有这么神 就算你的 我们都不要讲它带核弹头 除非带核弹头 那否则的话就算是 你用这种MIRV 带这种分散式多弹头 的方式去攻击一个机场 你也不可能一到两枚 就去瘫痪人家的机场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天方夜谭 你要去对比实际的状况 才去做一个评判 有没有可能这么强 那美国在第一岛链 当然因为过去 我是觉得美国事实上是一头睡尸 就睡着了 最近醒了嘛 所以它开始在加金脚步 要恢复它的这个军力 另外像譬如说 在谈逆中战机 我们在看这一个 各国武器的研发过程中 都有一定基本的道理 不是说你随便一跳 一步就可以登天 譬如说歼20 歼20的逆中战机 我已经连续好几年看 几乎最近三年 每一年中共的官媒都会说 今年歼20就会量产百价 至少连续三年以上 到今年还是没有量产百价 所以这样的一个讯息丢出来 当然就是要宣传它的战力 那歼20它事实上 我们如果讲这个回去看 美军够强大吧 但是美军在研发这些武器的过程中 它投注了多少资源 美军已经是最有钱了 砸钱砸成这样 还要花很多的时间 跟很多的人力去研发 譬如说F35 F35事实上 我们现在看到F35 已经慢慢有部分 280架服役 但是在它那个过程中 它是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难 它2001年那时候 是用JSF 联合打击机的名义 开始投注研发 但研发了到去年 2018年 将近17年的时间 它才刚开始通过 所谓的初始作战能力的测评 也就是说它上面事实上 譬如说它软体 某个程度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并不是一个完美 已经这个完全可以成熟的战机 那我们看到歼20 歼20事实上 它2007年才开始立项 那事实上它研发时间 到它现在说 所谓已经服役 不过12年的时间 那人家老美花这么多时间 特别是老美 在研究所谓的逆中战机 它更早1973年F117 到现在研发 你看这个时间已经多漫长了 才有后来F22 F35 你今天中共解放军 这么厉害 你花的钱没人家多 然后花的时间也比人家少 你就可以这么快的一步到位 我是觉得这个战力上 我们还是应该去质疑 特别是我们台湾的媒体 事实上民主的淬炼之下 我们都有质疑跟批判的能力 不会说中共的官媒说什么 我们就信什么 那另外还有譬如说 最近他们犹豫行 这个我觉得这个讯息 非常有意思 它说他们这个打造出 全世界最小的 无人神盾舰 这无人神盾舰 只有20吨 20吨事实上是非常小 很多渔船 可能都50吨 它才20吨 而且它说这20吨的神盾舰 上面还配备了四面的 这一个相威阵力的雷达 然后最让我觉得 这个最厉害的地方是说 20吨的船 上面还有这一个 这个二乘以四 就是四连装的 有两座的防空飞弹 而且是垂直发射系统 同时还有两座的 这个鱼雷发射管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带脱衣师身 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 如果它搞的 这是神盾 我给它拍拍错 真的是神盾 我朋友刚买一个 四五十吨的帆船 你只能帆船而已 它20吨可以 20吨可以搞到这样 就是它的规模体积 重量都不大 但是它是超级军事神盾 非常厉害 因为像我们自己国军 要打造50吨 50吨的微型逆中快艇 我们上面能够带着 两枚的反舰飞弹 外界本来说 应该可以带熊山两枚 超音速 结果熊山一枚要1.5吨 最后衡量它的平衡各方面 因为你发射 你还要看海象的状况 是不是平稳会不会脱锁 所以后来只好退额球机 是改挂一枚大概700公斤的熊二 也不过两枚 50吨只能带两枚 你20吨可以带8枚的防空飞弹 我觉得非常神 我比较担心 这样无人神盾走一走 我可能变潜水艇 因为太重可能就潜下去了 我觉得这些像这样的讯息 我们都要去对比其他 事实上很多武器发展的过程中 它的一些比较客观的数据 因为我们自己国军 我们过去的直一过 譬如说我们自己研发的 天剑二型建设型的飞弹 我们从十几年前 就在追踪这个新闻 每一年都在看它 这个研发的过程 譬如说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垂直发射搞很久 不管是要冷射或热射 都常常遇到很多的瓶颈 没办法突破 后来也是老美帮忙 后来给我们这个 Mark 41的垂直发射系统 所以现在我们的垂直发射 就突破了 另外像天空三行的飞弹也是 从2000年开始 那时候就有ATBM的 这种所谓的 这一个防空飞弹系统的研发 一路下来我们每年都在看 每年都在看国防预算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终于才突破 所以解放军的军力 有没有这么神 我觉得应该多评估 或者是去比较 其他客观的讯息来看 那美军有没有这么弱 我觉得也不尽然 同样的美军 因为它这个要争取 更多的国防预算 有时候他们会把 敌方的威胁讲得 比较强大一点 所以我们最近会看到 很多的报告 很多的这个研究 好像凸显出 好像这个中国解放军 已经一面倒了 然后美军完全赶不上了 我觉得这个背后宣传 的这个成分居多 那我们观众自己 要有一个判断的能力 那也可以去质疑 川普带头围堵中国 那在G7会议过程当中呢 马克宏还发表了 公开的谈话 那G7统一阵线 要求中国官方呢 坚守1984年的 中英联合声明 来处理香港议题 现在看起来哦 美国联合 这一个其他几个成员 G7围堵中国的态势 已然成行 然后中国一方面 这连续三天在东海 相关的军事演习 另外一方面呢 川普呢 提议要买格林兰 这个也不是假议题 这个在美军上面 也有重要的军事布局的战略价值 对我们看到 这个 川普除了联合东协十国 即将下个月要在南海举行 所谓的联合军演 等于说要 这个斩断 这个中共 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 海上失路的这一个路线 那 往北本来 中国这几年 他有在经营 往北走 特别是北极圈 他要走北冰洋 所以另外一个航道 那是属于第二失路 万一南海这一条被斩断了 他还有第二条路 这个 这个海上的航路可以走 但是川普就看到了 表面上 他最近 比如说 他是好像针对 所谓俄罗斯北极熊 在这个所谓的北极圈 的扩军 但实际上 特别是在格林兰的 这一个战略上面 美国事实上是担心的 主要的目标是中国 不是俄罗斯 那先谈一下格林兰 为什么重要 格林兰 事实上在美国 过去在二战期间 事实上就认为 他是一个重要的 战略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他在北面 他离北极圈 比其他的这一个 这个近北极国家都要近 那他的位置 他是可以这一个 扼住所谓北冰洋 出来进入大西洋的 这一个海上要到 那北冰洋 他重要性就是 这一个俄罗斯的北方舰队 是俄罗斯所有海面舰队里面 规模最大的北方舰队 那所以北方舰队 如果要进入大西洋 要威胁美国的话 基本上美国如果能够 控制格林兰这块岛的话 基本上俄罗斯的舰队 就出不来 所以这个战略上 是非常重要 另外还有当然格林兰上面 也有所谓的战略 重要的战略物资 特别是像现在 谈到很多包含稀土 而且上面也有右矿 很多都是未开发的 所以能拿到格林兰 对川普来讲 是赚翻了 所以川普会有这样子 好像在试探性质 说他要买格林兰 那当然现在控制 他的这个丹麦政府 是已经否决否认 认为说不可能 但是话说回来 美国是老早就想要格林兰 因为在1946年的时候 杜鲁门总统 那时候就曾经开价 一亿美元 希望能够买下格林兰 但是没有成功 那现在为什么 赤格这么多 这个年之后 川普又 重新再提这个案子 就是说 这个主要是中国把手 已经伸进去格林兰 特别是这一个 美军事实上 1943年就在格林兰 有设置一个叫 涂勒空军基地 这个涂勒空军基地上面 设置了一座 长城预警雷达 这个跟我们在新竹 乐山 那个山上一座 很大的预警雷达 可以对空 可以看超过2500公里 征收所有的目标 那他说他设置 这个长城预警雷达 在这个位置 主要他可以侦测来自 本来是苏联 冷战时代 苏联那边打过来的 洲际飞弹 那现在他还运用在 譬如说太空的 这个侦测上面 他有个第21太空连队 驻守在这里 那这个本来 这个连队在这运作好 但是2018年 突然发现 中国有一间叫做 中国交通建设公司 大手笔花了5.6亿美金 要做什么 要去包下 这个格林兰上面 有三个机场的扩建计划 那这个动作 这个让老美 这个开始紧张了 因为他担心说 这一个机场的 因为他的基地 就在这机场附近 那如果被中国 控制了这三个机场 未来他不管是 这一个情资上面 有可能被掌握 甚至如果中国进一步 还可以进驻 军事人员到这里的话 那对老美来讲 是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最后他 根本的解决之道 本来是认为说 那我最好 我就直接把你格林兰 买下来 让你中国的手伸不进来 但是回过头来 在这个川普的 全球战略上面来讲 我觉得还是他 这个战略上 围堵的一环 那不只从南海围堵 从第一岛链围堵 那最后连进北极 这个所谓的格林兰 也准备对你中国 进行全面的围堵 而且这个董老师 美国对于中国 跟这个苏俄的围堵 俄罗斯的围堵 事实上是围堵到太空了 是的 去年2018年8月 那个美国总统川普 他已经公布说 他要成立这个美国的 第六个军种 太空军 那当时美国的媒体呢 有一大堆的猜测 就是成立这个太空军的 目的是什么 有两种猜测 第一个 为了防范外星人入侵 因为可能川普 有看到他们的 飞碟档案了 真的有外星人 所以说必须成立太空军 第二个目的 当然还是要回到地球 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竞争 竞争那个所谓的制高权 最高的这个 最高点 那前两天 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他就有公开的讲了 就是说已经确定了 这个太空军 在这个月底就要成立 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太空的环境呢 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 越来越拥挤 第二个目的 就是针对中国跟俄国 这是彭斯 美国副总统 直接把他挑明的讲 那什么叫做 太空越来越拥挤呢 目前为止 就整个太空里面 过去这个我们人类 所发射的卫星 大概超过6000颗 那现在还在运作的 大概是2000颗 这个里面 美国有869颗卫星 然后军用的有185颗 这个是账面上的数字 因为美国有些秘密卫星 没有人知道 第二个排名第二的国家 就是中国 中国现在有这个284颗卫星 排名第三的就是俄国 俄国有152颗 那么现在所有这些卫星呢 大概都是从2010年之后 就是说世界各国 也不只是刚才排名 前三名的那三个国家 世界各国包括B国 我国其实都有在发射卫星 所以整个太空呢 就变得越来越拥挤 这个时候呢 从军事的用途来说呢 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太空战 跟太空的这种探勘计划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当然里面有些科技是重叠的 但是目标是不一样的 以太空战来说的话呢 它就里面就涉及到 第一个你怎么保护自己的卫星 第二个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摧毁对方的卫星 第三个也就涉及到 所谓的反弹道飞弹 要进入这个太空的 要进入大气层的 那所有的这些呢 其实早就发生了 也就是说2006年 美国进行了一个 非常神秘的计划 就波音的所谓的S-37B 这个所谓的太空飞机 应该更精准的名称 叫做跨大气层飞机 就是说这款飞机 是在这个太空中可以飞行的 那它到底什么用途 那美国当时是否认说 这不是军事用途的 但没人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 更严重的是2007年 这个中共测试它的杀手卫星 成功的摧毁了一枚 中共自己的这个标巴的卫星 就是中共具有这种能力了 可以摧毁太空中的卫星 这什么意思呢 卫星是全球定位用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所以说在军事上会非常依赖 这个卫星的全球定位 第二个从商用的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卫星掌握的 其实是全世界的 包括通讯 最重要的金融系统等等 所以它极其重要 所以其实这个卫星 也涉及到台海的模拟战争 我有看过美方的 在亚洲的台海的模拟战争 从1996年为版本 1996年不是美国出动了 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过来帮帮帮台湾吗 那中共的第一波的对美的作战计划 是怎么样的能够消灭 打成一到两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让美国丧失能力来干预 来介入台湾 这是中国的作战目标 那后来就发现说 中国的飞弹 它需要卫星来定位 来瞄准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太空战的这里面呢 也牵涉到这个台湾的问题就对了 那后面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日本跟德国呢 跟法国对不起都已经宣布了 日本的这个防卫省的这个计划里面 它里面有编预算 就是明年2020年 这个日本要成立这个宇宙作战队 宇宙作战队 其实也就是它的太空军了 法国的这个马克宏总统的 今年也宣布了 明年也是要成立法国的太空 这个太空军 日本跟法国的这个 成立太空军的目的 都讲得非常清楚 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卫星 所以说以后这种所谓的太空战呢 它可能跟我们那个看电影 那个想象不太一样 不是那个星际大战 还没有到那么高规格了 所谓太空战 老师第一个是怎么样的干扰 这个对方的卫星 让它又聋又哑 然后第二个怎么样摧毁 对方的卫星 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是怎么样的来发射 这个所谓的反飞弹 这个反卫星飞弹 就是说现在要摧毁卫星的话 都是从地面上发射飞弹 如果说你的飞弹就摆在太空中了 直接从太空中用不同的方向攻击 地面上的那种所谓的反弹道的那种系统 是没办法去防护的 所以说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那当然也有人祈求啦 说千万不要发生这种太空战争 因为那个对地球的影响会很大 什么影响就是这种即便是卫星对卫星 飞弹对飞弹在太空中一打下来的话 到处都是太空垃圾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王浩大哥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结构的剧烈的变化 那其中就是疫情过后 这个七月份应推香港的国安法 北京应推国安法之后 美国立刻反击的制裁修理 而且立刻在南海上面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事实上北京对香港越强硬 美国对南海的态度也越强硬 对这个问题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它就是一种钟摆效应 那你中国第一 你在疫情处理上 全世界都认同你是有掩盖疫情 先不说这个疫情的来源 这两天在我们在讨论 但是掩盖疫情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 那问题是全世界都受害 所有国家都受害 那新加坡当然最不少 今天公布出来第二季度的GDP 跌了百分之四十几 等于是腰斩 那第二一个 这个中国在香港 这个是应推国安法 那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几乎所有国家在香港都有利益 那你这样应推当然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应推国安法是取消一国两制 就等于说你跟英国签的 这个条约 而且是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 你不认账了 那所有人都害怕了 说我跟你谈成的任何协议 有什么意义呢 你也可能不认账 那第三个当然中国在南海的态度 那美国这两天就一再强调这一点 实际上2015年的时候 习近平去美国访问 在白宫跟奥巴马亲自当面说 我们不会在南海做军事扩张 不在南海建立这种军事基地 可是过去五年中国完全不遵守他的承诺 完全在刚才那个李正浩讲的 大规模的在建立军事基地 而且这个菲律宾跟中国的这个南海仲裁案 他完全中国拒绝接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那美国当然现在 对南海政策做了比较重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 而且是非常攻击性的 非常强硬的一个改变 因为这个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 过去七十多年来 美国对于南海的立场 基本上是处一种中立态度 也就是说南海的岛屿的主权正义 美国不表示立场 美国唯一主张的就是要自由航行 那么奥巴马政府对于这个南海仲裁案 基本上也是采取这个态度 但是现在这个 奥巴马还纵容老共在这些岛礁上面 填海照路照军事基地 是啊 因为他的这个奥巴马的态度 非常软弱嘛 所以就是说曾经一度还 还说要跟中国作为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等于是美国要撤出去太平洋嘛 所以这个东南亚各国一看 你美国老大要走了 那怎么办 我只能投给老二了 所以大家就害怕了嘛 那现在川普政府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等于是把过去奥巴马政府 对于南海的政策 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那这个调整最重要的就是说 而且这个调整一调之后 印尼 越南 菲律宾 印度 抢着要做小老弟 大家都表态 南海的各种主权 不只是有主权正式军事的意涵 南海号称的搞不好下面的石油跟天然气 可能又有钱又有经济的意涵 而且渔泉本身在这几个国家当中都是重要的 就是海岛国家事实上本来就有很多人是靠海为生的嘛 就包含了渔泉本身都是一个重要的也不可能退让的一个国家主权嘛 就是这里面当然有包含渔泉 有包含沿海石油和资源的开发 对吧 然后还有各个岛屿的国安军事战略的风险 那自从这个三天以前 蓬佩奥对于南海的政策公布以后 菲律宾当然是首当其中了 他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都公开出来声明嘛 就是菲律宾一定要中国遵守这个南海仲裁案嘛 在农海仲裁案的问题上 菲律宾不做任何让步嘛 那所以就是说 所以昨天蓬佩奥又出来说 你们这些国家如果对中国有意见 我们美国一定帮你去争取啊 帮你去跟中国这个对抗嘛 那然后今天这个澳大利亚总义也跑出来说 澳大利亚政策是一贯支持自由航行嘛 坚决支持美国的态度 所以整个一个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是要扭转过去几年的局势 整个要建立一个围堵中国的同盟嘛 因为中国的整个政策 当然这个本质上是中国政策的问题 自从2009年以后 他公开要宣称九段线 所谓他划的九段线之内全部都是中国领土 中国的领海中国的这个特别经济区 所以当然是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对吧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下一步 美国国务院已经提出 他要对中国的企业在南海围海造田的公司 进行制裁 他特别提到了美国 中国的交通建设公司 他在南海抽杀造这个机场的 他要对他施行全面制裁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的国企 所以南海的议题的攻防 未来我们会看到很多类似华为的案例 就是会有几个企业直接被美国国务卿 列为黑名单 然后直接类似华为那样制裁 对而且这个企业跟华为有很类似的地方 这个类似什么呢 他不光是一个一般的中国国营企业 他是到全世界各地去造各种各样的基本建设的 就他也是一带一路的执行者 执行者 对所以美国准备把这些一带一路的执行者 进行重点打击和制裁 好我们稍后回来 好创下刚刚看到的是川普的公开演讲的谈话 跟公开的记者会 那美国现在在香港在南海寸步不让 川普不止签了香港自治法 而且他特别开了记者会 而这个记者会你整体看起来 就是左右开工 全面宣战的一个战争宣言 他左右开工是什么呢 首先他还是非常更具体的讲说 从开始香港再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香港不会有任何敏感的技术可以进去 而香港以后也要跟中国各个城市一样 都有高关税 然后这个时候蓬佩奥在旁边还有补充是说 为什么要这样针对香港 为什么针对中国 因为1984年欧威尔里面的恐怖的现象 那样一个1984就是中国现在在干的事情 这跟全世界在为敌 然后川普又非常生气 他说他跟那个习近平已经不想再讲话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对于4月30号之后 对习近平非常非常生气 好不容易跟他们签了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墨水都没有干 你就放病毒来毒害全世界 所以川普非常生气 可是川普整个演讲里面其实习近平是记者问到他 他自己的主要演讲里面 他其实跟习近平谈都不想谈 还跟他讲话呢 他一直在讲一个人 说他现在呢 民众的热情对他更好 他讲了几十次都是拜登拜登拜登 拜登是个号中国的 拜登是怎么样 所以他左右开攻 左打习近平又打拜登 这是川普在供人 可是川普不止如此之外 后面呢 你就开始发起一个全面宣传 美国除了华为海关卫士 这些五个城市 五个公司要继续抵制之外 考虑抖音也要全面的下架了 而英国呢 也不但拉近来是说 2027年把华为的所有设备都给拆掉 伊丽莎白公主号航空母舰 也可能会进到南海 到南海去藏住了 而法国呢 已经愿意出面 协调欧盟来抵制中国 教训中国 澳洲呢 现在开始呢 还要增加了整个呢 把中国放成旅行禁令 而且呢 甚至于是50年要5.5兆 扩大军备 对付中国 然后印度呢 除了上市的59个APP 把它给下来之外 现在要830亿 中国的电力设备统统拿掉 所以接下来看到 从川普来讲 南海这个战争里面 越南已经选边了 所以李毅已经表态了 连印尼都加入了 然后再过来呢 还有泰国 还有什么国家 马上要趁加加整个的 环太平洋经验 日本 所以全部回台 最可怕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 闫丽莫 闫丽莫又继续出来 接受访问 而接受访问的时候 闫丽莫还特别在强调说 其实她的工作 就是负责在WHO 跟中国第一线抗疫的医生 做联系 所以她有更多的证据 她会拿出来 而且她特别点了两个人 一个叫做蒋燕勇 一个叫张永正 他们都跟P3 或跟那个SARS都有关 所以显然 闫丽莫在这疫情的追讨上 还有更多证据会 一步一步的丢出来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太平洋 围堵跟制裁中国的战略成型 但是呢 这几年来 特别是过去30年 解放军的部队军费 其实是增加高达44倍 那外界观察的是 解放军的核心的战力 究竟有多强 其中最新的这个 北斗导航的卫星 外界正在观察 美中的军事角力 已经打到太空战场 那在6月底的时候 这个解放军 应该是说中共 他的这个北斗卫星的第三代 那完成了最后一枚的发射 那当然有路透社报导 是说第35枚 不过中共官方正式的说法 是第30枚 那这样的一个意涵是什么 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 他主要的目标 就是要摆脱过去 长期对美国这个GPS 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个依赖 那一个起始点外传是说 在1996年台海维基那时候 解放军我们知道 那时候对台这个进行了 几波的导弹射击 那我记得最后一波 应该是有四枚的导弹 结果后来发现弹着点 连美国的这个神盾舰 后来进入台海 那时候这个一艘 Bunker三号 这个追踪他的导弹的 这个航机 后来发现只有 打了四枚 只有三枚被发现 有一枚不见 不知道到哪去 那时候那时候 这个外传说 那一枚飞弹 就是美国透过这样的一个GPS系统 关闭去做干扰 让他没有办法 顺利的抵达 他的这个定位的 这个弹着点 那所以这个历史背景 导致说解放军内部认为说 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 卫星的定位系统 所以后来开始发展 北斗卫星 那北斗卫星分一代 二代三代 那前面一代 他本来初步是2012年开始 他只限在中国的一个 内部的范围 那后来扩大到第二代 他可以在亚太的周边的国家 那也可以进行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卫星定位的能力 那现在发展到 所谓的第三代 就是已经完成全球 那跟美国的GPS 是相同等级 那等于说 他的这一个 他的一个提升 有助于什么 有助于未来 当然外界也评估 他内部的武器的定位 特别是像飞弹的导航 那定位可能会比过去 更为精准 那一个是摆脱了 美国的GPS的 这个系统的依赖 第二个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卫星定位的能力 据中共很多官媒 当然他们是这个比较夸大的在宣传 那是号称说这样的一个北斗第三代的卫星 他的定位能力是超越美国的这个GPS 那美国GPS 我们知道他如果是商用卫星来讲 一般的这个定位的误差 大概差不多3到10公尺 那你如果是军用的话 军用系统来讲 基本上他可以到达30公分 这样的一个一个精准度 那中国的官媒是号称说 这样的北斗第三代 他可以定位的比他这个美国的GPS 更精准到10公分 不过这是官媒的宣称 因为我后来我们了解一下 他的这一个北斗系统的这个设计 是一个叫杨长峰 他自己是坦诚 他说如果是商用的话 大概是还是这个精准度 还是大约2.5到5公尺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空间 那如果我是军用版的话 的确有可能缩小到50公分 不过是不是的确有这么精准 我们要看后续 他在这个很多内部的实际的使用上面 是不是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特别是他们为了这一个支持 北斗三号第三代的卫星 他大概将近已经有这个 5万的支的这个船舰 都装了这个系统 那3000万的车辆 也都有加装这样的一个 这个第三代的这个定位系统 甚至外传说解放军现在连枪支 都要都要加装这样的一个定位系统 不过这个动作人家会比较担心 是说这个部分不是为了作战使用 是为了怕叛变 就是说你今天有枪械有武器 一旦可能内部有问题要偷走的时候 或者是要把他这个 这个拿去做相关的使用的时候 可能可以及早发现 所以他们的这个卫星定位 军用的一个定义 除了对外应该有对内监控的一个意义 那另外我们看到除了中国之外 事实上美国也这个开始 在这一个太空站上面加强他的防备 所以事实上GPS定位过去来讲 当然用了已经几十年 但是美国现在也更进一步 他也在打造GPS的第三代 叫BLOCK3型 那美国现在已经改成太空军 他未来首批要采购10枚 那这样的一个第三代的一个GPS的卫星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精准度 又比原本的要更加精准 他是真正号称能够精准定位到10公分 这样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重要的是说美中之间 大家外在外界在观察 他的这一个定位系统到底谁比较强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上面的原子钟 因为原子钟就是这个目前来讲 最准确在测量时间的一个标准单位 一个美军来讲 他是用数位化的原子钟 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的这个定位 国际上认为说 你今天时间准 空间才会准 那这样空间准的情况之下 你的导引也才会跟着精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事实上美军他未来 在全球的定位系统上面 包含他的抗干扰的能力 各方面我们认为 他还是这个处于领先的地位 最后就是说 基本上卫星大战 除了说双方这种在所谓的 这种武器系统上面的定位力求精准之外 其他事实上未来中美之间 除非是插枪走火 如果是双方有计划的 要全面性的对对方进行开火的话 第一个要击毁的目标 不会是这些指挥所 而是空中的卫星 因为空中卫星会完全影响 后续的所有的飞弹的设计 所以这个美方在这方面 非常非常的在前进部署 比如说先前我们谈到X37B 他可能未来就会攜带 这种所谓的卫星的维修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他可以先前 就还没开战之前 就开始在空中作业 做什么 他事实上卫星破坏不难 除了我们先前讲说 他如果他有雷射武器 可以直接把他击毁或干扰是最好 如果不行 通过这种维修维修机器人 他可以伪装在附近 破坏这样的敌方卫星的 比如说太阳能板 或者是他卫星天线 就可以让他失去他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一个战力跟效果 所以美国在这一个中共的 卫星发展上面 事实上他也开始早就已经前进部署 不管在定位系统上面的精准 甚至未来双方在卫星大战上面的工坊 做好准备 好我们稍后回来 汪浩大哥怎么看 对我同意石板刚才说的这个话 我也是强烈呼吁蔡总统 尽快要求达赖喇嘛 邀请达赖喇嘛来台湾访问 因为达赖尊者前两天 刚刚85周岁生日 他自己在表达生日的愿望的时候 就提出他愿意再次访问台湾 真的哦 他自己在网络直播的时候 公开表达他愿意访问台湾的愿望 85岁生日 那因为他年纪也很大了 而且现在他的这个转世 下一任达赖的接班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问题 因为美国国会已经在通过这个议案 要求这个中共不要干预达赖的转世问题 但是中共已经明确说 他们一定会干预达赖的转世问题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作为一个世界的宗教领袖 能够台湾政府能够邀请他来台湾访问 是台湾的荣耀 那我是建议蔡总统赶紧要以最高的规格 能够邀请达赖来来访问 那个说老实话 就像刚才失败民夫说的 这个中共要说什么 你根本不用理他 因为蔡英文存在的本身 就是中共的最头痛的事情 你再邀请达赖喇嘛来访问 对台湾有百亿无一害 一点坏处也没有 那这个类似的情况 刚才也说了 这个像非洲还有西沙哈拉 也是同样的情况 像欧洲有科索沃 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还没有完全被联合国承认 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台湾应该 实际上科索沃在台湾已经有代表处了 所以台湾应该加强跟这些国家的往来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独立联合国 或者独立联合结盟 是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上次我在节目上有提到过 就是美国最近老是在退群嘛 他退出这个世界 WHO 他也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实际上是以色列跟美国一起退出的 那还有美国也退出了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所以实际上美国退出了好几个 那台湾应该就这几个组织的方面 跟美国加大 这个最好是能够合伙办一个新的组织 这个能够跟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方面 跟美国联合 在教科文组织方面 跟美国以色列台湾一起能够办一个组织 然后这个一起这个邀请其他国家来加入 这个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加大工作 这个实际上可以做的工作 台湾在外交上主动出击 可以做的工作还是蛮多的 那美国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 批准对台对日的军售 你怎么观察 我当然对台湾的军售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观察三点 第一个他的军售常态化 刚才吴明杰已经说到了 就是说自从川普上台以后 他不再三四年一次的那种情况 而是每年好几次的那种军售 属于一种军售常态化 这个是跟美国过去四十年的 总统的政策很大的不同 自从这个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 过去四十年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都是非常的这个艰难 非常犹豫不决 每次都要经过再三的挣扎 才给台湾一次军售 那但是川普非常容易 这个好像就是三年半给七次 这个频率非常高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第二一个就是说 我们所有提到的对台湾军售也好 美国过去三年多通过的 友台的支持台湾的法案也好 是美国两党一直通过的 国会两党都支持的这样一种状况 那这种法律是对所有的 今后的总统都有约束力 不管你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美国一定要跟两党 都保持好友好的关系 使得他们两党都能够 这个持续的支持台湾 这个这方面非常重要 那当然第三方面的就是说 除了美国以外 台湾确实需要加强跟世界上 其他的美国的同盟 那最近最明显的就是所谓 五眼联盟和日本的关系 那昨天我们有谈到 在这个节目上五眼联盟的外长 刚刚开过电话会议 特别讨论了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开完会议的当天 澳大利亚政府就公开宣布 停止跟香港的引渡条约 然后延长对香港的签证到五年 允许香港人移民澳大利亚 而且停止对香港的这个出口 就是加大对香港的出口的限制 那马上当天 新西兰新西兰的这个外长 也做了类似的宣布 那现在就是英国还在对于 这个对香港的引渡条约 已经也宣布了马上要做review 加拿大也已经停止了 对香港的引渡条约 所以这个五眼联盟这一次 在香港问题上是一致行动态度坚决 这个跟台湾在很多问题的立场上 立场一致 所以台湾当然要跟五眼联盟加大关系 那日本当然这一次 美国给日本卖的这100多架 这个F-35是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那这个因为F-35是全世界所有的空军 都想要的 然后大家都在排队 所以而且这次日本可能拿到的是 不光只是一般的美国卖 还是要将来还在日本造 所以日本本身也有很强大的 这个造最先进的飞机的能力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等于是某种意义上 因为日美的安保条约的关系 他们对于整个从钓鱼台 整个东海的这个安保的这个覆盖 对日本的空军的军力的提高 对于整个保持这个西太平洋的安全 是非常重大意义的 王豪大哥怎么看 这个今年台湾大选以后 中共对台统战 已经一二再再而三公开的指出 要推动蓝白合作 然后而且是公开的 在台湾唯一被点名 要响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 就是柯文哲 中共国台办对柯文哲 寄予巨大的希望 希望他能够在台湾带动 第一蓝白合作 第二响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能够进行这个进一步的 在台湾推动这个一般台湾社会 都能够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中共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的 中共国台办对台湾做了这么多工作 对台湾寄予这么高的希望的人物 他是唯一一个被一二再再而三的点名的 当然是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柯文哲还要想在台湾有选总统 还想要在政治上 这个民众党要在台湾发展这个版图 他一定要小心被这个中共利用 这个他也不避讳 这个不怕被中共利用 不怕被这个国台办再三的点名 对他寄以高度的希望 这是第一个问题要小心 第二推动城市间的交往 不光只是跟中国 那还有布拉格捷克的 还有以色列他也有去过 他应该这方面也进一步的花力气 那现在五眼联盟的国家 台湾应该跟这些国家 也推动城市交往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 他也许应该多花点力气